谢谢大人哥用短短的30分钟跟一张名片的大小帮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打造职压力,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。 在青创沙龙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,我相信就是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,年轻的朋友们, 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,并且非常努力的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。 那青创沙龙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,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, 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,让我们透过学习分享和互动, 能够让大家在创业路上走得更远跟更稳。 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,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分享在网络上。 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络上搜寻青创沙龙或圆梦12例,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络上,让大家自由地取用跟分享。 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青创沙龙或圆梦12例的七月讲座,我们再见。 你要把它抽离出来,精选出来,最后,再来,我的人格特质,我的价值观,那又是什么?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,我自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, 我的做事态度是什么样的人,最后更重要,今天我们要当老板,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入,我们希望做想做的事情,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, 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,成为什么样的人,好,相信这座伙伴都已经写完了, 没有写完没关系,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,好, 接下来,当然各位就要帮你解释一下,什么叫做直牙必胜的黄金方程式, 首先,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,它就隐含了所谓的黄金方程式, 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?第一,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, 第一,它就是我们的武器,知己知彼,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,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,你能够提供的服务, 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品质很好的服务,或者是技术,那是什么? 再来,这个,我们在圆梦十二里, 咨询里面,陈琼华、罗宾老师曾经有提醒过我们, 工具不虚多,但是要精,在座很多伙伴, 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,大学时候我们常常骑摩托车, 摩托车坏掉怎么办,我们就会拖去到摩托车行, 然后问那个,经验老道的阿伯,说摩托车坏掉, 怎么发动的时候,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, 你会发现他很神奇的是,他拿过来,钥匙,电源打开, 引擎,火星塞有问题啦, 我会想说,你怎么知道,拼音就知道啦, 因为他修的摩托车太多了,技术太纯熟了, 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,他都可以知道是哪个部位有问题, 所以最后他就跟你讲,修这样两千元, 你不给都不行,对不对,所以技术不用太多, 三个就好,最多三个就好,然后要积专金, 有的时候,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,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,老师,我大学四年, 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, 老实说这样有一点可惜,因为大学四年, 如果你觉得我学不到东西,或者是你在学习历程当中, 你不觉得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,相同的时间, 其他的伙伴都已经有学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, 而同样的时间,我们获得的是什么, 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, 好,第二,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,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, 如果你要达到目标,你需要的人格特质, 比如说刚刚有很多伙伴,很积极,很主动,很热情,很好, 如果他想要成为业务人员, 我们都知道业务人员就是要不怕被拒绝, 要主动,要积极,要诚恳, 所以他如果,如果你的写的特质里面, 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, 恭喜你,你就有城市的要件, 就是你适合做业务人员这样的能力, 好, 再来,各位可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? 在游乐场里面,或者童话故事, 有一个史,对,很好,这是时钟剑, 时钟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, 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, 曾经有一个国家, 就是说, 这边石头里面有一把剑, 然后皇宫里面就来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说, 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把这把剑从石头里拔出来, 那他就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国王, 那有一个年轻小伙子, 小男生, 他不明就里就跑到那一个地方去玩耍, 后来就他看起来很神奇的那把剑是什么, 很多的勇士, 很多的大力士, 怎么拔也拔不起来, 这位小男孩轻轻一松松一拿, 整支剑就拔出来了, 于是他就成为这个童话故事王国的未来的国王, 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, 童话故事是怎么说,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可以拿起来呢? 因为有一个智者曾经这样说, 唯有心力纯洁诚实的人, 才能够把这把利剑从巨石里面拔出来, 然后这个人就要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, 这个叫做特指, 看到这里大家伙伴也有点头小, 是, 没有错, 你不觉得现在要成就一个企业主, 心力纯洁跟诚实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, 对不对? 是的, 所以, 最后一个, 这个也就是,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, 理想抱负这件事情, 也就是我们在座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, 如果在座伙伴, 你在跟随大人哥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, 我讲到什么, 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, 恭喜你, 你在你的职业伟大航道上面, 已经开始前进, 如果你说, 大人哥, 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, 我不晓得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, 我不晓得我的人的克制在哪里, 我更不晓得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, 没有关系, 我们原梦十二历里面, 赖文艺教练有一个提问里面, 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里面的影片, 他说明, 他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, 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, 想做成什么样的人, 那, 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, 他也是我们原梦十二历的一位老师, 他曾经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, 能不能成功, 可能操之在他人, 但是, 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, 操之在我, 为什么要特别骑这件事情, 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, 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, 你会被人家泼冷水, 那有可能, 你长这样怎么可能当model,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子冷水泼到, 但是, 那是我们的梦想, 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够被取笑, 只是, 在那个情况下, 大家会觉得, 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, 我们知道自己, 有这样专业能力, 我们这样能够特质, 但是, 我们常常被人家泼冷水, 在这个时候, 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, 所谓, 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, 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, 各位, 你觉得招牌凌乱, 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, 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, 包含线上的伙伴, 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, 那就是你的喜好, 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, 比如说, 餐厅很多, 但是我就选这一家, 于是这一家, 因为你的光顾, 它的营业而增加了, 没被光顾的人, 他没有办法, 强迫你顾客选哪一家, 但是问题来了, 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, 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, 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, 当然不是, 想不想这件事情, 我们刚刚讲, 理想跟抱负, 它是我们的梦想, 你有多想成功, 你多想成为你曾经梦想的那个人, 所以, 我觉得王严老老师, 他在私底下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, 在此借用他的一下, 他曾经说, 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, 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, 拍拍我们的大口, 然后讲了一句, 好机灵, yes, 很好, 在顺境中, 我们要告诉自己, 好棒, 在逆境的过程当中, 我们觉得很挫折, 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, 但是他还是一样, 举起他的右手, 用力拍在他的右大腿, 讲了一句, 太棒了, 我正在成长, 这个动作, 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, 我们的梦想, 我们要坚持, 来, 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, 专业能力, 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, 而且你的理想抱负, 三者连在一起, 他都有正相关的时候, 他就会呈现, 我说了, 你的伟大行道正在前进, 那在座伙伴, 有一个呼吸点声, 那老师, 学习历程这件事情,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, 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, 我好像讲, 东唐, 你在连这个方程式过当, 你会觉得, 原来我的能力不足, 所以我必须要学习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, 所以我要学习, 我的目标不够明确, 我不知道我要是什么, 所以我去学习,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, 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, 而不是敢流行去学习, 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, 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, 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, 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, 所以当你缺什么, 我们Robin老师在座的强调, 知识就是要知道, 而且要知道去哪里找到, 就像现在一样, 你会发现大人格很多的讲稿里面, 都会引用他人的, 借用他人没有关系, 告知就好, 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, 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, 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, 发光, 这才是重点, 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支笔这件事情, 曾经在简报历, 林志龙老师也有讲到钓鱼这件事情, 我非常喜欢, 因此跟大家借来引用一下, 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, 钓鱼这件事情, 我们在鱼宫上面会装上钓鱼, 请问, 这钓鱼上面的钓鱼是, 你觉得是鱼, 我要放那种鱼比较喜欢吃的, 还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, 当然是鱼嘛, 因为我们要钓的是鱼, 不是钓来钓自己嘛, 所以钓鱼这件事情是, 这件事情是要给鱼想吃的,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吃的, 所以改编它原来一个, 它的简报的内容, 其实创业真正的目的应该是, 我们创业者是不是能帮目标消费者, 做决定, 再次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城市, 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, 你会觉得无法选择, 因为不知道要选择什么, 因为所有的伙伴说乱七八糟, 毫无重点, 让人家觉得很压迫感, 不知道如何选择, 它有可能放弃选择, 如果大家就没有讲, 你非得打一通电话的时候, 它可以放弃选择,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样的环境, 一样的氛围, 让大家觉得说, 我帮助你做选择, 而且是很好的选择, 好, 所以品牌是要经得起考验的, 品牌要有特色, 因为我们自己, 我们的品牌, 我们的招牌很鲜明, 第二, 什么叫做利益,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, 帮助他们做选择, 所以我们要创业的内容, 是帮助我们所谓的标的消费者, 去帮助他们做选择, 或者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, 但是最重要来的, 我们的品牌, 我们相信在座所有的创业者, 你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今天创业的东西, 就三年, 五年, 就这样结束, 一定是需要长久的经营,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证明, 如何证明我们的品牌是经得起考验, 最近这个新闻非常盛行, 对不对, 实案的问题, 为什么这样实案的问题, 造成我们最近在社会上, 人心上很大的恐惧, 甚至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, 因为曾几何时, 我们从小信任, 甚至到依赖的那个品牌, 原来到现在, 你发现, 它并不是在做所谓正当合理的事情, 这个品牌, 我们以为他们都在, 他们成立实验室, 应该是帮我们去做检验, 帮我们去做筛检, 让我们得到很安全的环境, 使用安全, 可是可能, 可能, 因为一些, 我们为了要盈利, 我们为了要赚钱, 我们为了要养活什么样, 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, 个人的原因, 不是用重人的原因, 于是他们私心使用了, 不正当的材料, 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诗人, 常常讲了一句话, 是这样说的, 人们可能会忘记你说了什么, 人们可能忘记你说了什么, 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 你用, 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, 所以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, 所以在我们的讲座最后的结束前, 当然跟我想要分享一句话, 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你们, 就是努力很重要, 但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, 创业的星光大道上, 其实是很估计的, 你可能要坚持你的品质, 你想要坚持你的技术, 你想要坚持你的流程, 但是你的同业可能跟你说, 何必这么努力, 何必那么辛苦, 我们只要餐一点点东西, 我们只要稍微的投机取消一下, 你也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, 不是吗? 你受到这样的冷嘲润风, 或者是你真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, 也受错了, 你心心在动摇了, 那样的过程当中, 你的价值观, 你的人格特质, 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, 各位, 想想初衷这件事情, 为什么我们要创业, 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,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, 你要成为当老板, 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, 因为他觉得, 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OK, 然后有一个老板不够诚信, 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员工, 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, 永远放在心里面, 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的老板, 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, 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企业的作为, 那勉励各位所有的创业者, 你要永远永远以记得, 当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, 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起, 我们永远就不要成为那一个, 我们现在讨厌的那个企业, 讨厌的那个老板,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,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,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, 所以很感谢, 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, 跟大家分享职压力这个过程, 希望最后一个这样的演讲, 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, 能够点亮你们人生的新的方向, 能够开创未来各位在创业的领域当中, 一个新的据点, 我是张立仁, 也是你们熟悉的大人哥,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, 到此结束, 谢谢大家, 谢谢。 谢谢大人哥, 用短短的三十分钟, 跟一张名片的大小, 帮我们介绍了, 怎么样去打造职压力, 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, 在青创沙龙, 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, 我相信就是, 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, 年轻的朋友们, 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, 并且非常努力的, 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, 那青创沙龙在这边, 非常感谢各位, 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, 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, 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, 让我们透过学习, 分享和互动, 能够让大家在创业路上, 走得更远跟更稳, 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, 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, 分享在网路上, 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路上搜寻, 青创沙龙或圆梦十二例,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路上, 让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, 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, 青创沙龙圆梦十二例的契约讲座, 我们再见, 你要把他抽离出来, 精选出来, 最后, 再来, 我的人格特质, 我的价值观, 那又是什么,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, 我自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, 我的做事态度是什么样的, 最后, 更重要, 今天我们要当老板,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入, 我们希望做想做的事情, 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, 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, 成为什么样的人, 好, 相信在座伙伴都已经写完了, 没有写完没关系, 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, 好, 接下来, 当然各位就要帮你解释一下, 什么叫做植牙必胜的黄金方程式, 首先,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, 它就隐含了所谓的黄金方程式, 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, 第一, 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, 第一, 它就是我们的武器, 知己知彼, 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,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, 你能够提供的服务, 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, 品质很好的服务, 或者是技术, 那是什么, 再来, 这个, 我们在原梦十二里, 咨询里里面, 陈泉华, 罗宾老师曾经有提醒过我们, 工具不虚多, 但是要精, 在座很多伙伴, 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, 大学时候, 我们常常骑摩托车, 摩托车坏掉怎么办, 我们就会拖去到摩托车行, 然后问那个, 经验老道的, 老道的阿伯, 说摩托车坏掉了, 怎么发动的时候, 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, 你会发现他很神奇的是, 他拿过来, 钥匙电源打开, 引擎, 火星灾有问题啦, 我想说, 你怎么知道, 听音就知道啦, 因为他修的摩托车太多了, 技术太純熟了, 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, 他都可以知道, 是哪个部位有问题, 所以最后他就跟你讲, 修这样两千元, 你不给都不行, 对不对, 所以技术不用太多, 三个就好, 最多三个就好, 然后要积专金, 有的时候, 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,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, 老师, 我大学四年, 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, 老实说这样有一点可惜, 因为大学四年, 如果你觉得我学不到东西, 或者是你在学习历程当中, 你不觉得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, 相同的时间, 其他的伙伴, 都已经有学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, 而同样的时间, 我们获得的是什么, 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, 好, 第二, 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,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, 如果你要达到目标, 你需要的人格特质, 比如说刚好有很多伙伴, 很积极, 很主动, 很热情, 很好, 如果他想要成为业务人员, 我们都知道业务人员就是要不怕被拒绝, 要主动, 要积极, 要诚恳, 所以他如果, 如果您在写的特质里面, 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, 恭喜你, 你就有城市的要件, 就是你适合做业务人员这样的, 这样的能力, 好, 再来, 各位可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, 在游乐场里面, 或者童话故事, 有一个石, 对, 很好, 这是石中剑, 石中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, 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, 曾经有一个国家, 就是说, 这边石头里面有把剑, 然后皇宫里面就来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说, 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把这把剑, 从石头里拔出来, 那他就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国王, 然后有一个年轻小伙子, 小男生, 他不明就里就跑到那一个地方去玩耍, 后来就他看起来很神奇的那把剑是什么, 很多的勇士, 很多的大力士, 怎么拔也拔不起来, 这位小男孩轻轻一松松一拿, 整支剑就拔出来了, 于是他就成为这个童话故事, 王国的未来的国王, 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, 童话故事是怎么说,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可以拿起来呢, 因为有一个智者曾经这样说, 唯有心力纯洁诚实的人, 才能够把这把利剑从巨石里面拔出来, 然后这个人就要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, 这个叫做特指, 看到这里大家伙伴也有点头小, 是没有错, 你不觉得现在要成就一个企业主, 心力纯洁跟诚实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, 对不对, 是的, 所以最后一个, 这个也就是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理想抱负这件事情, 也就是我们在座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, 如果在座伙伴, 你在跟随大人哥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, 我讲到什么, 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, 恭喜你, 你在你的职业伟大航道上面, 已经开始前进, 如果你说, 大人哥, 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, 我不晓得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, 我不晓得我的人的客人在哪里, 我更不晓得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, 没有关系, 我们原萌十二例里面, 赖恒易教练有个提问例里面, 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里面的影片, 他说明他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, 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, 想做成什么样的人, 那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, 他也是我们原萌十二例的一位老师, 他曾经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, 能不能成功, 可能操之在他人, 但是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, 操之在我,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, 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, 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, 你会被人家泼冷水, 那有可能, 你长这样怎么可能当model,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子冷水泼到, 但是那是我们的梦想, 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够被取笑, 只是在那个情况下, 大家会觉得, 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, 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专业能力, 我们这样能够特质, 但是我们常常被他泼冷水, 在这个时候, 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, 所谓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, 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, 各位, 你觉得招牌凌乱, 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, 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, 包含线上的伙伴, 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, 那就是你的喜好, 能不能成功这件事, 比如说餐厅很多, 但是我就选这一家, 于是这一家因为你的光顾, 它的营业而增加了, 没被光顾的人, 他没有办法强迫你顾客选哪一家, 但是问题来了, 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, 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, 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, 当然不是, 想不想这件事情, 我们刚刚讲, 理想跟抱负, 它是我们的梦想, 你有多想成功, 你多想成为你曾经梦想的那个人, 所以我觉得王严老老师, 他在私底下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, 在此借用他的一下, 他曾经说, 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, 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, 拍拍我们的大腿, 然后讲了一句, 好机灯, yes, 很好, 在顺境中, 我们要告诉自己, 好棒, 在逆境的过程当中, 我们觉得很挫折, 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, 但是他还是一样举起他的右手, 用力拍在他的大腿, 讲了一句, 太棒了, 我正在成长, 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, 我们的梦想, 我们要坚持, 来, 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, 举起你的右手, 轻轻拍你的大脚架, 当我们顺境的时候, 我们要怎么做呢, 好机灯, yes, 很棒, 但是当我们受到逆境挫折的时候, 同样, 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, 来拍拖我们的大腿, 大家喊声, 太棒了, 我正在成长, 很好,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, 告诉自己, 我们要坚持到底, 我们的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, 好, 接下来, 这个方程式是这样子, 当我刚刚讲, 当你有具备专业能力, 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, 而且你的理想抱负, 三者连在一起, 他都有正相关的时候, 他就会呈现, 我说了, 你的伟大行道正在前进, 那在座伙伴, 有个狐一点声, 那老师, 学习历程这件事情,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, 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, 我刚刚讲, 东堂, 你在连这个方程式, 东堂, 你会觉得, 原来我的能力不足, 所以我必须要学习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,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, 所以我要学习, 我的目标不够明确, 我不知道我要是什么, 所以我去学习,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, 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, 而不是敢流行去学习, 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, 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, 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, 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, 所以当你缺什么, 我们Robin老师在座的强调, 知识就是要知道, 而且要知道去哪里找到, 就像现在一样, 你会发现大人哥很多的讲稿里面, 都会引用他人的, 借用他人没有关系, 告知就好, 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, 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, 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, 发光, 这才是重点, 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知笔这件事情, 曾经在简报里, 林志龙老师也有讲到钓鱼这件事情, 我非常喜欢, 因此跟他借来引用一下, 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, 钓鱼这件事情, 我们在鱼宫上面会装上钓鱼, 请问, 这钓鱼上面的钓鱼, 是你觉得是鱼, 我要放那种鱼比较喜欢吃的, 还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, 当然是鱼嘛, 因为我们要钓的是鱼, 不是钓自己嘛, 所以钓鱼这件事情是, 这件事情是要给鱼想吃的,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吃的, 所以改编他原来一个, 他的简报的内容, 其实创业真正的目的应该是, 我们创业者是不是能帮目标消费者, 做决定, 再次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城市, 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, 你会觉得无法选择, 因为不知道要选择什么, 因为所有的伙伴说乱七八糟, 毫无重点, 让人家觉得很压迫感, 不知道如何选择, 他有可能放弃选择, 如果大家就没有讲, 你非得打一通电话的时候, 他可以放弃选择,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样的环境, 一样的氛围, 让大家觉得说, 我帮助你做选择, 而且是很好的选择, 好, 所以品牌是要经得起考验的, 品牌要有特色, 因为我们自己, 我们的品牌, 我们的招牌很鲜明, 第二, 什么叫做利益,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, 帮助他们做选择, 所以我们要创业的内容, 是帮助我们所谓的标的消费者, 去帮助他们做选择, 或者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, 但是最重要来的, 我们的品牌, 我们相信在座所有的创业者, 你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今天创业的东西, 就三年, 五年, 就这样结束, 一定是需要长久的经营,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证明, 如何证明我们的品牌是经得起考验, 最近,